接下来又是我们下半个阶段 非常精彩的这个技术专题论坛 那么我们这个阶段 是不是还是要再次邀请Aaron 来当我们论坛主持人 掌声欢迎Aaron 来 请请请 谢谢 谢谢我们的主持 我想问一下 大家就不知道 我们的主持的名字是什么 你忘记了 我记得他开始的时候有讲的 他叫做Claire 一个非常穿名的名字 所以我记得很清楚 然后现在我们就要进入 我们第二轮的这个技术的论坛 然后我们看见他们 还是在办这个遗址的时候 其实这次我在台湾这个活动 很多我的第一次 刚才讲了 我第一次用这个福建话 去跟大家去问好 第二是我来了台湾那么多次 在台湾第一次遇到地震的 从来我没有在台湾遇到地震 就第一次我在台湾 就是遇到地震的 好了我看到都差不多预备好了 然后我就想先请这个Vicky Vicky Zhang 就是 who is the strategic business development from Agile Porn Vicky 多谢你 多谢多谢 多谢多谢 请坐 好 第二位是来自于Hitachi的 Senior Consultant Phoenix 谢谢你的支持 Phoenix 好了第三位了 就是TJ Tang who is the principal solution architect from MongoDB TJ 谢谢你啊 谢谢你 这次是我跟TJ第三次的台上面的合作 最后一位是来自于TMAXSoft managing director 就是Jeffrey 刚刚听到他非常精彩的演讲 Jeffrey 谢谢那么多位 谢谢你 就第二个问题我想问一下Vicky吧 是 我在我不知道我想你自己应该很清楚的 应该在Agile Porn 2019年 Forester就把Agile Porn 就评为在这个数位自动化的领域里面 一个领导的地位 到底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到底你们怎么样可以拿到这个领导的地位呢 谢谢Aaron 那个昨天我们rehearsal的时候 我跟Aaron说 可不可以帮我排第二个 因为第一个会很紧张 结果呢 没想到他还是帮我排到第一个 所以 他就是故意的 他就是要让我很紧张啊 那不过这个议题是我们今天讲的题目就是说Forester有一个分析报导是DPA-wide的一个分析报导 那Agile Porn是而且这个报导是今年才出的 那今年才出呢那Agile Porn很荣幸是被评选为Leader 那但是我想在开始讲说为什么怎么被评选为Leader之前我可能也要先跟大家沟通一下 就说DPA这个名词我相信比较新 先看看各位在座贵宾有谁听过这个名词的请举手 看起来都没有啊 这预期内的 因为这个报导也是今年Forester才出的 那我想再问一下那各位有比较听过BPM或者Flow的请举手 OK大概有一半举手啊 那所以这样就比较容易让我介绍一下什么叫DPA 因为BPM或Flow其实有已经在各行各业使用十几二十年了 那它主要都是用在这个所谓BPM就是Business Process Management 那简单来讲就是我们很多是使用在我们企业内部 这个各种审批流程 因为企业里头常常会碰到一件事情要做完 一定有很多重重关卡 然后等到这个一路走完这个流程以后呢 就可以完成这个业务 但是如果你要用程式去开发那实在是太累了 所以BPM就是可以让所谓的流程自动化在这一方面 那BPM大部分各位如果有用过的话都是用在这个内部 那所以DPA如果各位了解的BPM呢 DPA就是BPM的扩充和进阶版 那为什么它会有这个DPA这样的一个扩充 就是说从BPM扩充进阶到DPA 实际上我想大家都天天听到什么Digital Transformation 这个这件事情已经被讲了起码有三年了 那我相信各位其实天天在做的也都在做Digital Transformation 只是各个角度不同 那其实我们回过头来来看说为什么会Digital Transformation 会变成这么的这么的夯 那实际上我们来看是怎么样 就说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网民 那我们的所有业务 其实一定要透过网路才能够Reach到我的客户 或是我的代理商 或者是我的供应商 那所以实际上在这个这种 为什么Digital Transformation会这么热 是因为这个网路的蓬勃发展 每个人都是网民你不做Digital Transformation 你也就做不下去了 比如说你要做选举 如果你不把网民经营好 你选举一定选不成的 所以呢 所以在这样子的这种 就是说所有的业务 当我们内部的业务开始要拓展 你要拓展你的生意 一定是要能够extend你的business 输入这个网路 就是Digital里去把你的客户 把你的各种业务往外推 往外推 就是比如说我们看到有各种B2B 有各种B2C 然后有各种新的业务在蓬勃发展 五花八门 那所以我们讲BPM因此 因为这些业务都是一样 是一个流程自动化 只是它要拓展到由内而外 由外而内 由可大可小 量级是原来BPM的可能十倍百倍之多 所以才会在Forest会去成为一个这样的一个category 那刚刚Aaron问的题目就说 那为什么 就说怎么样可以被评选为这个DPA的 这个DPA的leader 那他其实评选有三大要素 一个呢是必须要简单快速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就说要处理这个百倍 十倍百倍的这个业务自动化 那你就需要有一个很简单快速 可以开发的一个平台 那AgerPoint其实就是提供客户能够 不用写程式或少写程式的方式 能够简单快速广泛大量的建构你的自动化应用 那这是也是他评选的第一条件 就是简单快速广泛大量 那第二个条件呢 就是说既然要简单快速广泛大量 那你这个平台就需要有一个很强劲的一个engine 能够支撑你做这么多简单快速广泛大量的应用 自动化应用 不是普通 就是各种应用 那所以需要一个强大的engine来支撑 那第三个条件呢 就是说既然你有这么多这么多的应用 那当然需要一个要能够让IT可控可管的一个 很robust的一个可以governance的一个平台 所以这三点是他定义评选的标准 各位如果有兴趣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评选这个detail的报告给各位 那很荣幸啊 AJ Point能够被选为leader 他是经过几个月先告诉你他的考题 然后呢再考题他是逐一验证 不是说你说了算 他要来验证你是不是真有这样的能力 所以这个是不容易的一个被评为leader 那在所有被评为leader 那在所有被评为leader 我们等一下那个各位有兴趣 我们有这个里头所有被评的这个厂商的 他是先选 选了以后才评 那在这么多DPA的厂商里面 AJ Point还有一个很 还有两个特质啊 一个呢 实际上我们说我们的我们这样的 比如就是帮各位建立的应用呢 我們的建立方式 第一是你不需要寫程式 你是我們叫Low Code 就是說你大概不需要太多寫程式 你就可以開發你的自動化應用 而且因為我們的平台 我們不會去產生程式 我們是不做Code Generation 也就是說你的應用是沒有Code 沒有Code的好處就是說 當各位想想看 我們天天講AI 如果說AI真的應該也很快就會蓬勃發展 可能各位在你的應用裡頭 你都會把AI也導入 那當AI導入的時候 如果你的程式還是用程式碼 那你怎麼把AI跟你的程式碼 銜接在一起 而且能夠動態字條式的去因應你 AI告訴你的一些智能的答案去做反應 那唯有說你的程式是動態的 你才能夠dynamically去react 或者說去response AI 所給我們的分析的答案 所以這個特點是應該是在這個 Forest的這個report裡頭 其他vendor我不知道是不是都有 但是我們是我們很unique 另外還有一個unique的點 跟各位有點關係 我們公司呢是非常特別 我們公司是兩個founder 一個是我們的CEO 是個台灣人 那我們的CTO 是個American born Chinese 這兩個人呢十幾年來 把這個產品一路推到現在成為leader 可是他們沒有接受任何VC 那你想想看 在沒有VC的情況下 還能夠 還能夠被Forest評為leader 我是覺得極為不容易啊 而且我也覺得這是真的是我們台灣之光啊 那所以我join這個公司 我也覺得蠻有熱情的 因為我覺得這樣的一個平台 真的可以幫助大家 剛剛我看阿里巴巴的Johnson講說 可以把AI把LT 把這個big data全部揉在一起 自動的做出來多麼厲害 我就想欸對啊我們就是這樣的平台 所以非常榮幸能夠在這樣的公司裡頭工作 謝謝 其實有一個問題我想問是解決我的問題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能夠解決你們台下的 我們的客戶的問題就是 到底什麼叫做RPA 我有聽到RPA 剛才你講的是DPA 然後到底RPA跟DPA有什麼分別 OK 我想那個各位再問一下 各位聽過RPA的請舉手 OK也很多人啦 我想DPA沒人聽過 但RPA很多人聽過 RPA其實簡單來講就是 資料輸入機器人 就是它的特質 它要可以處理routine的工作 就是你本來比如說我們保險業好了 我的保單輸入 我可能有派了這個一個團隊坐在那裡 天天把保單輸到系統 那現在其實保單可以用電子化進來 或者是填寫進來用OCR的方式 保單就可以自動化輸入 輸入到我們的系統 那所以它是一個資料輸入機器人 它有幾個特質 一個是它是routine的工作 第二這個工作不要有太多變化 因為它是錄製你一個寧人的方式 去錄製你輸入的方式 所以你不可以 如果突然之間有一個exceptional case的話 它就沒有辦法做 那而且它要處理是structured data 你不可以是很多變化的也不能 就是很routine很structured的它可以處理 那當然它可以 這樣的一個機器人 當然可以幫我們審卻很多人力 因為你可能要 可能也許你的保單輸入 至少還有三個人天天坐在那裡輸入 我找個這個機器人來輸入 我可能一隻兩隻機器人 它可以24小時的不停的做 所以它可以是一個很這個生產力提升 提升的一個工具 那但是rp 我們當我們講到這個end to end的自動化 rpa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那我們要能夠整合各種的工具 然後把我們的自動化完整的發揮 那是dpa的play the role 但我舉個例子 像我馬它其實已經 因為我馬其實用了兩種rpa 然後用了兩三年以後 它覺得其實還有一些卡卡的事情 最後它選擇用agrepoint做 把rpa整合在一起 然後讓它有exception 各種各種狀況的時候 它可以幫忙把所有事情 不需要再人去take care那個robot 那我們等一下會有demo 各位有興趣可以看一下 我們是把rpa做什麼呢 各位應該每一個人都會有一個挑戰 就是說我又要數位轉型 我有一大堆新型的這個應用 但是呢我家裡一定有很多legacy的系統 那legacy系統有得到 我們有個客戶跟我們說 我有個4chan的系統 請你來幫我們想想看怎麼自動化 那我們也在想啊 那當你legacy如果沒有API的時候 rpa可以幫到你 怎麼呢 你雖然你不知道怎麼跟它對接 可是你可以寧人化的去跟它把資料撈出來 把資料寫回去 所以我們等一下的demo就會 是一個rpa做為一個處理legacy的一個工具 希望大家等一下去看一下 謝謝 謝謝Vicky 然後下一個問題我想問一下MongoTJ吧 TJ跟他很熟了 所以我就直接問他 最近在很多有關於這個Data Security的問題的新聞上面 包括一些Data Bleach 還有Data Leakage 這些案件裡面 都看到MongoDB的名字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我就看到越來越多的大企業 甚至於銀行大的銀行 還是繼續的去用你們MongoDB的產品 然後可以告訴我們為什麼呢 我想問一下在座各位有聽說過這種事件嗎 他說的是真的嗎 就是MongoDB會丟了大量的數據啊 隱私數據之類的 有聽說過嗎 新聞中 這樣子沒有 可能沒事 假新聞 假新聞 是真的 確實是 其實如果關注一下的話 關於數據security方面的話 確實MongoDB最近兩年 之前都有了 最近兩年出了幾個比較大的新聞 其實最近那一次是挺好玩的 是大陸 大陸有兩個事件 一個是 五八同城 他們洩露了兩億份 簡歷的資料 個人簡歷 Resume 那個 但是後來又發生了一個什麼呢 就是 大陸的 某個機構 在 等於是看到所有的 我們聊天的數據 幾億人民的聊天的數據 都是放到MongoDB裡面 再做一些分析 誰在做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 這個結果一出來呢 就是說我們 我不知道大家聽說過 有一個詞叫做 負面新聞營銷嗎 我們都知道我們是 說華語的嘛 好事不出門 壞事傳千里對吧 就是說你想做一個產品 像推廣給其他的時候 只能靠廠商在不斷做 營銷市場活動像這種 但是有一些事情會自己推銷自己的 就是說有一些負面新聞的 這種事情其實是對Mongo來說 從某種意義上說 極大的程度的 推廣了它的知名度 大家都在想的 我們看到評論的話 都在說 哇 這MongoDB其實 如果沒聽說過的話 它會說 這是什麼東西來的 它居然能夠處理得了 大陸幾億人民的 所有的聊天記錄 在一個資料庫裡面 那該是什麼樣的資料庫 我先不去想想 它為什麼會發生 我會想想它的 哇這個是個非常大容量的 然後我再來看看 理解這個新聞的故事 背後是怎麼樣的情況 那這事情是真實的 確實發生了 為什麼發生 我這裡也可以 從這個技術的角度分析一下 所謂的這個 Data Bleach 或者Data Leakage 它其實是跟 新一代的很多資料庫 包括Hadoop 包括MongoDB 包括Redis Elexis Search 全部都有同樣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 他們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假設這些DB 都是在防火槍後面 Firewall後面 我們做的事情是安全的 不會把這個Data Base 放在網上 結果現在 隨著雲的普及 特別是很多雲 讓開發者非常容易 就使用這些DB 直接放在雲上 就可以把這個DB架起來 那這些 導致什麼問題呢 就是很多這些DB的默認設置 是並沒有加密碼的 等於說什麼呢 你買了一個房子 房產開發商交付給你的以後呢 他說 這是你的房子 但是麻煩你自己要加鎖 晚上走的時候 你要加一下鎖 結果呢 他們就沒有 只是東西往裡放了 但沒有加鎖 然後大家都可以來去訪問 這就是真實的一個情況 就是說默認設置沒有加密碼而已 非常簡單 要做的話 你只要加個密碼 就可以保護起來了 或者加個防火牆 那最終的話 當然在這些事情發生的時候 很多金融企業 已經在使用網絡DB了 他們一看 他們說 這是什麼回事 但是稍微懂一點技術 馬上就知道 這個只是一些developer 開發者 往往是把數據放在上面 並沒有做一些最基本的保護 而且是放在public cloud上面 那對於很多金融企業來說 他們根本就沒有這樣的問題 他們的資料保護得非常好 首先肯定是在私有營 或者是在private network裡面 是隔離了很多層以後 就沒有這個 乾脆就沒有這個問題 其次他們有很多金融客戶 用的是網絡DB 我們網絡DB 兩種版本 一個是社區版 是免費 所有的人都可以下載使用 另外一個是我們的企業版 企業版的話 已經有默認方式下 已經有非常完善的 企業級的安全機制 所以這個對他們來說 是完全沒有影響的 那麼就是說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雖然網絡DB 不斷這樣的這種 負面的新聞出現 好像到處丟數據 實際上 並沒有影響真正的用戶 理解的用戶 他知道 我看到的網絡DB 是它的價值 我們的價值是什麼 剛才你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例證 T-MacSoft 他們做的一部分工作就是說 Cost down 從我們的角度 很大時候 我們也幫助新的企業 在他們降低Cost的時候 我們的目標是 幫他們從Mainframe 從銀行企業來說 他們從大機 主機系統中 希望降低那個Cost 那麼我們就可以成為 它的一部分的替代的 這種工作 當然這個只是我們的一部分 很多金融企業 用網絡DB更多的時候 是看中了我們的 這種分散式架構 然後可以把更多的數據 放到這個系統裡面來 比如說是大陸 有一家非常大的銀行 把幾年的資料 幾百億到上千億的資料 放到這個系統裡面 讓他的客戶馬上就可以 在手機上 Mobile App上直接訪問到 是這些場景 使得他們大量的金融企業 在使用MangoDB 謝謝 還有就是說 今天其實我們 就是不斷在講 這個AI IoT這一塊 那到底你們 那個Intelligent Operational Platform 可以怎麼樣幫客戶 在AI上面呢 我等一下我會有一個分享 所以我這裡就不會 在長篇的來分享 MangoDB這個 我們等一下會有機會 但是簡單來說 AI大家知道 或者說大家不知道 很多時候我都 有一段時間 我都不知道到底是 怎麼個情況 大家都知道 所有的人都在說AI 那實際上 讓AI去工作 很多 比如說剛才有個例子 阿里的這個同仁 在分享的時候 一個智能工業大腦 大家看到 讓AI真正發揮作用的時候 他其實要做很多的工作 甚至他們要派一個人 進駐到工廠 跟他們收集很多數據 做很多流程上的改變 所以真正到AI 只是在最後才發生 那在這之前 做什麼事情呢 很多都是跟數據相關的 AI是基於 很多時候是基於Deep Learning 機器學習 那機器學習的原料 都是什麼 數據 那就是說 隨著AI的發展 他們對數據的要求 會更大 為了讓你的AI的算法 AI的算法隨手都是 接下來誰能夠在AI上獲勝 取決於誰對數據掌握的 你的量最多 而且最有quality 最有好的質量 有好的數據 你才能可以把你的AI的算法 調教得更加符合現實場景 可以來發揮作用 所以在這個場景下 Mongolivida 對Mongolivida來說是 這個platform來說是 非常好的機會 為什麼 我們是非常獨特的 有一點是支持 結構化和非結構化數據的 綜合題 而且支持非常高的性能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他們當然有大量的數據 比如說是 剛才之前有個什麼 豬叫的那個聲音 對吧 那就是典型的非結構化數據 你首先要收集進來 然後做training 做sample 標記 這個時候 你需要一個大量的 能夠擴展性的 分散性價格的資料庫 來支撐你做這些AI的工作 那Mongolivida 對他來說 就是一個非常好的市場機會 好 謝謝 謝謝TJ 然後下個問題我想問一下Phoenix 然後我們現在也是不斷的講 這個AI、AIoT這類的 然後企業無可避免的 就會面對很多很多的資料跑出來 還有現在的存儲的架構也越來越複雜 然後到底Hitachi可以怎麼樣幫忙我們的客戶 是不是只是Storage 那麼簡單呢 謝謝Aaron 其實我們這麼多年 從Storage整個架構來看 其實我們後來了解到一些事情 就像剛剛Aaron講 其實剛剛很多同仁提到 AI或是AIoT最後最重要的是Data Data一定要放在Storage上面 只是從Infa的角度來看 其實我們會碰到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 我怎麼樣建構一個好的Storage的Infa 能夠同時Sustain的去支持 這麼多不同的應用 所以我們看到我們的建議 大概會是兩個比較重要的 一個是儲存的成本Cost 你不太可能讓所有的資料 因為現在很夯的 大家都談到Storage 大家想說我要All Flash 當我們談到AI的時候 可能幾個PB的資料 就像前兩天非常熱的 全球第一張黑洞的照片 它的Role Data是14個PB 你可以想說我不太可能用14個PB的 這個Flash的Storage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你必須要一個合理的成本 第二個你必須要有彈性 彈性的意思就是我今天不太可能說 我為了某一個應用 我就去買一個Storage 萬一這個Storage 這個應用我大概只用了兩年 或者是三年 我可能要移到另外一個Storage 另外應用上面去的時候 我的Storage怎麼辦 我可能只佛 假設有一個AIStorage 我就只能做AI了 我這個Storage 我沒辦法拿出來給其他人使用 所以在Hitler去來講 我們會希望 我們講著所謂的 One Platform for All Data 透過Storage Virtualization 可以讓你現有的所有的儲存設備 能夠借接在這個虛擬的平台上面 你可以透過這個虛擬平台 針對你的需求 針對不同的應用 去劃分你的儲存的這個Tier 或者是儲存的空間 第一個你可以有儲存的合理化 儲存成本的合理化 第二個你可以去有彈性 可以去移動你的資料 在這些空間裡面 其實面對這個工業4.0 還有現在每一天都在講 這個什麼數字化轉型 然後到底Hitachi 你們有什麼方案 或者是怎麼樣去處理這個了 謝謝Aaron給我們這個機會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很多時候 我現在在座很多朋友 可能聽到Hitachi 我想 就我進Hitachi的第一天 很多人就跟我講說 你去賣Hitachi 你一定會碰到客人問你說 Hitachi不是只有賣冷氣嗎 可是事實上 大家如果去看日立這家公司 其實我們在日本整個 有將近一百多年的歷史 在OT的經驗上面 在IT的經驗上面 也有五十多年的歷史 所以其實Hitachi 是一家非常大的 我經常講說 比較能講哪一天叫做 什麼死人骨頭都做的公司 那其實我們看到 最近的數位化轉型 還有其實你看 我們現在其實在Hitachi來講 我們慢慢的把 以前在 以儲存為主的 我們現在開始慢慢轉向 以資料為主 因為其實我們發現 在未來世界 AIoT也好 或是AI也好 都是以資料為主 那Hitachi我們除了原來傳統的 這個Story之外 我們看到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在未來的AIoT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 資料儲存的需求 就是物件儲存 因為它有MetaData AI很重要的就是 我需要MetaData來做分析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 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也收購了 在做資料 Injection和資料分析的 叫Pentahol 也就是我們已經開始 慢慢完成 從Storage 然後往前推到 透過ObjectStorage 去儲存資料 然後透過資料分析 去分析資料 那其實在日本 做的更先進 就是其實我們已經 慢慢把這些AI的東西 或是這些資料分析的東西 放到Solution裡面去了 所以像在英國 我們有一個很好的例子 英國倫敦的所有的鐵道運輸 事實上是有Hitachi在做營運的 所以Hitachi可以透過 所有在這個鐵道運輸裡面 所有的Sensor 把這些資料全部keep下來 然後透過Pentahol去做分析 能夠知道哪一個時間點 是運輸量最高的時候 人員會集中在什麼地方 這其實就是AI的一個應用 其實Hitachi在做的 從HDS角度 大家可能只看到Storage 看到Data 可是從Hitachi的角度 我們是從應用面去看 怎麼樣把這些音法 或者是資料分析的功能 往前推到能夠跟 一般民眾生活相關的地方 這是Hitachi能夠提供的東西 謝謝 謝謝Phoenix 其實他們在香港的科學園 建立了一個 就是融合了IoT 還有就是不同的Industry 的一個展示 就是非常非常Impressive 好 Jefri 最後到你了 坦白講 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剛才講了很多 數據越來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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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不掉Database 坦白講 在Database的領域裡面 Oracle SQL 全部都是Market Leader 剛才我聽你的分享裡面 你又說你要跟它去競爭 然後到底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到底你們怎麼跟它去競爭 OK 謝謝 謝謝Aaron 我每次都最後一個 那時間已經超死了 沒問題繼續分享 謝謝 謝謝給我這個時間 其實因為剛剛只有20分鐘 所以我只能把我們在全面 我們做的最 在台灣我們做的最早先 有一半的工作 我們先做了一個說明 其實大家待會兒如果到我們的這個BOOST 掃描我們的QR Code 你可以看到其實一進我們的網站之後 我們的Statement就是讓客戶能夠 我們對客戶的價值就是 Freedom to Innovation Freedom to Choice 其實在整個數位轉型的過程當中 我們發現 你不管是過去有這些Legang Systems 等等 你還是要繼續轉動 那我要保持過去我既有的這些投資 我要繼續轉動 怎麼辦呢 其實很多在過去的Legang Systems 我必須要把那些knowledge 那些application 我能夠平行的migration 所以在我們的產品線裡面 我們雖然今天只談到的是我們Diabase 我們並不是直接指示對著這個大品牌 Oracle Db2等這些廠商 其實在migration這一部分 我們公司還有一個產品線 就是做Membrane的rehosting 也就是說大家知道 其實大型主機過去40、50年來 這些application上面有COBO、PL1等等這些城市 這些都是過去所有前人的智慧的精華 但是很可惜的COBO的programmer 慢慢的凋零 我上面在application這個移植怎麼辦呢 其實這一部分也在我們公司 就是非常大的一個revenue 所以在這邊我剛剛談到的 這個大型的entreprise的database migration 還有這個manframe的downsizing 也是一個migration 所以可以看到整個我們公司 其實我們才... 我們非常是一個技術密集的公司 我們做一件事情 就是幫助客戶在做轉移的過程當中 能夠保持過去有的這些智慧 能夠很快的移轉過來 花最低的effort 所以其實我最後針對這個問題 我再做一個答覆 其實我們在台灣呢 雖然進來兩年 但是我們發現我們是一半的客戶 是做這個oracle database的migration 其實有另外一半的客戶 基本上他過去 他可能是這些大型entreprise database的客戶 有一部分他過去 他可能用的是一般的這個 SQL Server等這些資料庫 但是他現在往前募放 他發現不行 我現在公司 我對前端的客戶的 客戶對我們的要求更及時 我要分析我的資料量更多 我需要更多的這個CPU Power 他也選擇我們 所以基本上他們已經習慣 第一個 第一種客戶就是 他習慣於過去這種performance 他選擇了我們 第二個 他發現我們現在公司 我digital transformation之後 我要做的AP跟過去不一樣了 我要更及時 他也選擇了我們 所以基本上我們在台灣 有我剛剛提到的第一種客戶 是oracle migration過來這種客戶之外 其實第二個 最新的應用這部分也是很多的 OK 有沒有成功的案例呢 OK 謝謝 我剛剛提到 因為對於這個客戶資訊的保留的關係 我想我們在明年呢 我們陸陸續續會跟客戶簽署這些 agreement 我們會把它release出來 不過我要這邊特別強調 我剛剛在這個20分鐘可能講很快 跟大家說明 就是我在兩年前 帶領teamate soft 進入台灣的時候 我們第一個 我們打的這個訂單 就是銀行業 為什麼 我們選擇銀行業 它是一個過去大家印象最保守 可是它面臨這個bank 4.0 3.0 4.0等等這些移轉 它的數位轉型這一部分 它要求速度又很快 所以在效能 在安全性可用度這邊 要求這麼高的一個行業裡面 我們選擇這個行業進去 而且在裡面我們挑選的 在裡面又是它特別難的這個application ATM的這個管理系統 網路銀行 我想這些東西如果有問題 都會上新聞的 所以我們證明了 我們在台灣 踏進台灣的這一塊保地 我們進來到銀行這個 到banking這個行業 而且我們做了一些 比較mission critical的這個項目 其實我們接下來 三個產業的跟進 電信、government跟manus 他們的CIO 告訴他們同仁一句話 如果銀行可以用 為什麼我們不能用 如果銀行的網路銀行可以用 為什麼我們不用 所以我剛剛在 再回答Aaron這問題 我再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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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遍一遍 就是銀行業這一部分 我們在台灣有這個一級的這個銀行 採用我們的系統 在他們這個 這個ATM還有這個網路銀行 在這樣的system裡面 在電信公司裡面 他也應用在他的beating system 這個surrounding system 剛剛我有談到這個案例 就是在製造業 這些都是蘋果供應鏈 他們用在這個IoT的應用上面 在government public state這一部分 除了我剛剛談到這個小兒支付 是屬於比較這個 辦官方的這樣立場之外 還有在government這一部分 我們應用到 也是每天你們都可以 每天大家不只在企業 B2BE B2C 這邊會應用到 跟發票相關的 這是每天也是七成二十在發生的 OK 謝謝Jeffrey 也謝謝各位合作夥伴 真的雖然超時 但是很精彩的分享 請大家給他們一點講聲 好 好 請各位先下去先就座 好 我就把時間交回給主持人Claire 好 為我們非常精彩的分享 謝謝Vicky 謝謝Phoenix 謝謝TJ 還有謝謝Jeffrey